我是村里的傻子 白天被人欺负 夜晚还要护他们平安 大家都想将我赶出村子 可他们不知道 我还有一个身份 叫火村人 而这偏远的山村 夜晚并不太平 张二傻 你要媳妇不要 我正躺在石头上晒太阳 村主任儿子陈大明 带着一帮人围住了我 哟 我看你媳妇就不错 顿时 其他人大笑起来 谁说二傻是个傻子 我看他惊得很 陈大明也不恼 对着我猥琐一笑 小子还挺有眼光 这样吧 到时候我媳妇陪你一天 你把你的屋子送给我 行不行 村里人都不说话了 纷纷偷来一位深长的目光 陈大明想要我家的房子 不是一天两天了 这辈子你都没碰过女人吧 怎么样 不考虑一下 谁说我没碰过女人 村里人听到这话都很诧异 陈大明更是激动不已 哟 我们二傻还有这本事呢 快说给哥哥们听听 你和咱们村哪个女人好上来 碰过就是好上吗 那我和你们好上了 顿时 现场道发出红唐大笑声 陈大明又羞又气的不过来抓我 被我三两下闪开了 你干嘛 你欺负傻子 我要告诉村长 你编排我吗 还敢告诉村长 招打 我咋编排你妈了 上个礼拜我抽了他一个大嘴巴子 你不记得了 陈大明听到这话 愣了一下 挥出的拳头也收了回去 好了好了 大明哥 你还真和一个傻子计较啊 其他几个年轻人笑着拉走了陈大明 村里的支教老师周冰轻叹地看着我 我有时候都怀疑你是装傻的 这还是我头一次看到陈大明吃鞭 他吃鞭了 哪来的 我也想吃 你可真有趣 埃尼上个礼拜 为什么要抽陈神嘴巴子 我先踏烦 没搭理他 自顾自地朝后山走去 休息完了 寻山时间也到了 埃尼怎么不理人啊 你每天在村里这么瞎逛 不会累吗 你到底为什么打陈神啊 难道他捡到的铜钱真是你的 上个礼拜陈大明妈妈去后山捡君子 回来的路上捡到了一位孤仆的铜钱 他在村里举着铜钱不停炫耀 村里人说 陈大神要发达了 这铜钱的铜钱值不少钱 我随意一瞥 却发现这是一枚含口钱 誓死这下葬事 塞在嘴里的 含口钱中含有死人的最后一口生气 也含着他的第一口死气 大神要是将这含口钱带回家 那他家就麻烦了 所以我当机立断 狠狠一大掌抽在他脸上 然后抢过那含口钱拔足狂奔 最后 在终目睽睽之下 将那枚含口钱扔进了后山的湖里 二傻 你说话 我停下脚不认真地看着周冰 一字一句说道 这个村子里 捡到的所有东西都是我的 活人的事情归村长管 死人归我管 周冰不说话了 埋着头根在我身后 我也没管他 自顾自地继续在后山光 二傻 看那儿有人在钓鱼 好大的一条鱼 这鱼怎么不会动 这是钓上来一条死鱼 真会气 我三两不走上前拉起尘里就走 他被我拉得一个猎切 有些挠了 去去去 一边去 我可没空和你这个傻子挽 死鱼正口 收杆就走 如果在夜外钓鱼时 钓到了死鱼 那把城市水里有脏东西 他将死鱼挂在鱼沟上 是想要找人当替死鬼了 要是陈丽不马上跟我走 水里的脏东西就会缠上来 我用力拉着陈丽 不顾他的挣扎 就硬拖着他要离开湖边 陈丽用力一摔胳膊 站在一旁看热闹的周冰 就这么被撞进了湖里 离周冰不远处的湖面 上翻腾起一道巨大的浪花 我和陈丽能明显看见 有一道模糊的黑影正分水破浪 朝着周冰快速游来 陈丽吓得说话都磕巴了 这 这 这是什么东西 我严肃地看着那道黑影 我自小就目离惊人 这黑影虽然是在水底下 我还是一眼瞧见了 那件熟悉的灰色衣服 这是去年夏天晚上 来湖里游泳时 不小心淹死的陈福贵陈大叔 既然是陈福贵大叔 那就好办了 我对这湖面大喝一声 好大的鱼 李哥 快去抓鱼 陈丽被我一把推进了鱼 他手脚慌乱地在水面上扑腾 冻死老子了 干二傻 等老子上了暗和你没完 我去塑在旁边的柳树上 摘了一根柳枝在手里 柳树属鹰 每一棵柳树上都会有一根鹰枝 能用它抽打刀鬼 我喊他打鬼鞭 我握着打鬼鞭跳入水中 扎了扎眼睛朝水里看去 难道会引果然在陈丽和周冰之间左右徘徊 他一会朝周冰游去 游两步以后游着 会游巢城里的方向飘去 我不游得有些感叹 富贵书这毛病 就算当了鬼 也一点没变啊 他那毛病叫选择恐惧症 既然选不了 那就都别选了吧 我家快速游到富贵书面前 重重地戳在富贵书身上 他瞪大眼睛吃惊地看着我 我手中动作没停 毫不熟然有时急变 富贵书被我打得狼狈逃窜 水里打架实在是太累了 就放水鬼离开了 小伙伴们 后续内容正在制作中 提前看后续 谢谢